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来到这里啊,参加我们的这个talk 首先呢,我们想做一下自我介绍 那我叫陈锦军,来自VMI的这个Alcott 所谓的CTO办公室 那我又属于下面的一个鼓务 那我们鼓务主要关注在这样短期的一到三年的一个Coinnovation 跟我们的这个R&D Product Team 或者我们的Partner或者我们的Custom 去一起复划一些新的项目或者新的Solution 那这几年我主要工作在GT学习啊,边缘计算 还有一些相对low-level的虚拟化基础的探索研究 那今天还有我的另外一位同事 那丁军也请做一下介绍吧 好的,谢谢铁军 我叫袁丁军 然后我现在是在VM World Map比我工作 然后我现在主要是工作在VM World的那个TKGI 以及TKG这产品上面 然后主要的方向的话是Networking这个方向 然后我我大概就这些 好,那回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Around Web Application On Kubernetes Edge Cluster 那是关于我们运行这个Web Assembly的Application 在Edge的Kubernetes Cluster的一些心得和一些想法吧 那真的是这样安排的 首先还是想帮助大家去回顾一下这个Web Assembly 毕竟Web Assembly还是在比较早期的阶段 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还是比较新 那之后呢会谈一下 为什么Edge Computing需要Web Assembly 那接下来呢再回去谈一下我们的这个Solution 最后说一下我们接下来会去做些什么东西 好,那谈到这个Web Assembly 那Web Assembly没有Web 它确实跟Web也有关系 那刚开始呢也是了为了Web的下一代开发 那它希望能让各种语言编写代码 那我们能在这个Web里面去运行 那这里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些主流的浏览器 都已经支持了这个Web Assembly 但实际上Web Assembly 得到大家的关注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它已经不居限于Web 它已经很扩展了很多其他的一些领域 怎么去讲呢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定义吧 那Web Assembly is a binary instruction format for a stack-based virtual machine 那是一个针对于战虚拟机运行的一个 二进士指令规范 那二进士指令规范呢 它确实定义的大概这样五类一百多条指令 为什么是在战虚拟机呢 因为不同于这个physical CPU 那我们一般CPU会把这个运行的操作数 放在它的集中器里面去 也许是转运也许是通用 然后进行一个运算 但是呢Web Sampling呢 却不能这样做 那它只能把这个操作数放在运行时的站上 所以是这样一个站的运行环境 那无论是其余这个Web 还是现在扩展其他的一些应用 那Web Sampling都可以带来一些高可一致性 还有相对性能的提升 还有安全性的一些增强 也非常好的一些特性 那接下来呢 我想有这么一个推测 那这个呢是来自这个Solama Hacks 大家知道它是Doc的一个creator 它在2019年呢 它这样推特的说 如果在2008年 如果我们有这个Web Sampling 还有Vessy Vessy社会去说 那我们就不需要去做Doc 那这里我并不是说 Web Sampling可以去取代Doc 只是希望大家能认识到这么几点 一个是这样的一个推测 会让你看到Web Sampling 它的一个前提 它的一个地位 它的一个重要性 那第二点更重要的事情 但是已经看到了Web Sampling 跟Doc这样一个横向的一个比较 那你会理解到Web Sampling 在软件站的一个位置 这有助于你更加准确的理解 Web Sampling 接下来看一下Web Sampling 其他一些东西 刚才也说到这个Vessy Vessy是这个Web Sampling System Interface 它呢是这个Web Sampling 突破Web音乐的 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那如果Web Sampling 不用心在这个浏览器里面去 它必然要跟宿主 进行一个交互 那就需要一定让一个接口 那Vessy竟是做这样的事情 那通过Vessy以后 你可以更速主题的 比如说这个文件系统呀 网络呀 还有其他一些资源 进行一个交互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Web Sampling的软件 是关于这个Web Sampling 运行的一些情况 首先啊 Web Sampling 我们提到 它是二进制的规范 所以它有这个二进制格式 实际上它还有这个文母格式 还有内存格式 那二进制格式 和文母格式的关系 就类似于这只 二进制格式呢 就相当于这个目标文件 可知性文件 文本格式呢 就相当于这个汇编语言 它们之间或者编语 或者大幕式 有这样的有关系 那Web Sampling的运行呢 基本上分为这么一个 三个阶段 一个是解码 另外一个是验证 最后是执行 首先二进制模块 会解码到内存格式 然后呢 在验证阶段 我们会对代码进行一个分析 因为啊 二进制模块 包含了大量的内心信息 所以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 静态分析 去发现一些代码的问题 那之后呢 是对代码的一个执行 再细分析 还会封为这个实力化 和函数教育 刚才我们谈到的 这个运行的一些状况 我们通常会啊 依赖于这样的一个 Web Sampling的Round Time 去做 那Open Source的社区呢 实际上已经很多 这样的一些实现 像Web Sampling Web Sampling 我们这里不做 一一的具体分析 或者对比 它每个都有自己 一些特点 或者追求的一些设计名标 Web Sampling的这个Workload 自然而然也是需要 去管理和编排的 那前面我们提到了 Web Sampling跟Docker的 这样一个横向对比关系 就这样的一个 本层的一个位置 很多人会想到 那我们会不会用 Kubernetes 编排这个Docker 一样去编排 这个Web Sampling的Workload呢 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项目 叫CrossNet 实际上它是用Rust 写了一个Kubernetes 那之后 竞评会做更详细的介绍 那谈完Web Sampling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Edge Computing吧 Edge Computing 也是这几年 比较火的一个topic 大家可能听过 什么无联网 备源计算呀 还有5G 跟很多关联的一块 那相对于Cloud Computing 那Edge Computing 简单来说 它的意思是说 在数据产生的地方 或者是接近数据产生的地方 去做数据的分析 或者处理 这样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 real-time的一些response 或者还有这些 考虑到数据的私有性 专属性 还有网络呆款 那些邀请 等等的特点 需要Edge Computing 那谈到Edge Computing 不得不提的是AI AI在Edge Computing 里面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特别是 可以说是 这个Edge Computing 第一的一个workload 那对此呢 GAT呢 也有所体现 从2018年开始吧 他的report 也提到 他的一个成熟体 Edge AI的成熟体 是从这个5到10年 一直到后来 这个2到5年 一直到现在 这个我的黄色区域 是一个now的一个阶段 那Edge Computing呢 我为什么要去考虑 WebAssembly 为什么我们需要 WebAssembly 在Edge Computing 首先想想 这个Edge Computing的一些特点 或者他的一些问题 那边缘端这些设备 首先他的资源 计算资源就比较少 然后呢 他又需要很好的性能 又需要考虑这个安全性 因为需要支持 很多这种 所谓的 Safety Critical的User Case 同时还要考虑 这种一致性 因为他就有支持 不同的硬件平台 不同的CPU 在这些问题 我们回过来看 WebAssembly 首先我们已经提到了 WebAssembly 可以给我们这种 small的这种 Print 或者带来很好的 这种 native的 application的 这种performance 特别是 刚才我们提到AM 实际上 他不但对 这个training influence 这部分 做一个优化 他实际上可以帮助 你做机器学习的 任何阶段 比如说 数据的一线处理 然后结果的一些处理 还有导主 真的 都可以通过WebAssembly 做一些优化加速 那安全隔离 WebAssembly 可以确定 是访问这个 可以访问的设备 可以访问的资源 Portability 那么也通过 WebAssembly 这样一个相对 一致的一个Binary 就意味着我们可以 把它播出在 不同的硬件平台上去 即使回到机器学习 可能以前你的平台 不能被一些 主流的机器学习 框架学支持 比如说 ZenCyfalo PyTouch 那现在通过WebAssembly 我们可以把AI 带到你的硬件平台上去 那回到这里 大家可能非常的明白 我确实 WebAssembly 非常的适合 HP 那我们设计 我们的一个Solution 那我们的目标是在 想在AI 再设计一个 这种Cubernetes 为什么却这样去做呢 那大家知道 在Canada Native里面 需要因为容器和微服务 那Cubernetes 实际上已经是这种 资源调度编排的 一个行业标准 虽然Edge Native 跟Canada Native 不太一样 比如说这种小计算节点 或者是这种 Ego的计算平台 或者面向介绍的网络 或者弱化的网络环境 但是它依然需要 而且它的问题很严重 所以呢 我们想 如果能把Cubernetes 带到Edge端 解决这个统一管理的问题 同时 有可能还会把 云园医生的一些变略性 也带到Edge端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 但是呢 毕竟Edge Native 跟Canada Native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确实也面临那些问题 前面可能也提到了 像这种资源收线 一步的架构 或者real time 所幸的是 社区已经有很多 这样的工作在Edge端 和Cubernetes的项目上 我们的所都是呢 是这样 希望是在Edge端 去构建一个 混合的Cubernetes 这里面有关键的三点 第一个呢 我们是让WebAssembly 跟Contain的运用去并充 并不是像前面说到的 我让WebAssembly 去提换Docker 这样 原因有两个 首先大家也知道 WebAssembly 它毕竟是一个 提供了一个精致 它并不是提供了一个 这种System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很多大部分软件 基本上还是 基于容器实现的 这样的架构 或者都是依赖 有这样的一个环境 那我们需要这样的 软件 公布在一起 就需要这样一个 变同的方式 第二点呢 是 关于Levit Code三包可实现 虽然WebAssembly的本身 它肯定比较Secure 或者是比较Levit 但是它依赖着上下的环境 我们依然需要去 把它做一个轻量 或者是安全的一些考虑 那第三个呢 是 我们现在可以用ClustNet 去部署一些 WebAssembly的AppCode 我们但是也需要 跟这个Edge的 CodeNet的实现 做一个集成 这样才能 对得我出来 我们这样的一个 很好的Solution 接下来我去谈一下 我们的这个Solution 所需要的一些 Component吧 首先 LinksKit 那LinksKit呢 是来的Dock 这是帮助你打造 基于一个容器的 一个系统 通过一个Yama文件 你可以啊 定制你需要的 这科闹的一个 内型和版本 甚至还有你 Boot的Service 或者System Service 那这样的话呢 可以帮你打造一个 轻量及小型化 安全的一个系统 最关键的是 所有的东西 都是在Centony 所以我们把它 LiveAssembly 部署的这样的环境 非常的便利 也非常的安全 那TVM呢 是针对AR来做的 那TVM本身实质上 它是一个端对端的 一个作为优化的 Graph Compiler 那它的这个位置呢 就相当于是在 上层的这些 主流机器学框架 比如说像 ZenCyflow Petrox 最下面的 就是Lolive的Labor 或者Device Driver 中间 这个Computation Graph 里面的一部分 这样的一个位置 它的主要目的呢 是对一些Processing 做一些优化 比如说Farward 或者Backward 还有Passover Computation 基本上 可是说 不同的这个Live 进行一些优化 那对于TVM来说呢 它主要的这个边缘过程 会有风味这么三步 一个是Import 还有Lower 还有Cogin Import呢 是刚才说的 把这些Pretrain的 这些Model 来自于不同 机器学框架 进行一个转换 转换成一个相对 High Level的这个 Intermediate Intermediate Rotation 叫做Relay 然后我们会把Relay 再转成这个 相对Low Level的 Intermediate Rotation 那最后呢 Cogin 会帮我们做一些 Memory Education 然后把它Map 实现到低层的 硬件平台上 那通过TVM呢 我们就可以啊 把不同的机器学框架 训练成模型呢 进行加速优化 适配到一个 底层的硬件平台上 从而对机器学习 要进行一个加速 那他对这个 WebSublet也是支持 接下来的其他部分呢 我将交给 丁平去来介绍 好丁平 你去介绍 谢谢铁军 接下来由我 为大家分享K3S 以及KRuslet 如何在我们的 方案中使用 首先K3S 是一个certified K8S发泄板 意思就是 它已经pass了 K8S官方的 conformance test 基本上所有的 商用的K8S发泄板 都需要去pass 这个conformance test 然后再跟K8S的 这个feature parity 对比上 它的这个official的说明 是almost all the features 也就是它基本上都支持 其次它是专为物链网 以及边缘端优化而存在的 下面的这张图 是给我们展示了 它的内部架构 基本上K8S 所有的组件 它都有 但这里有一个 很大的区别 就是K8S的每个组件 是一个单独的binary 但K3S所有的组件 都编译在一个binary里面 这也导致它的部署方式 跟K8S有很大的区别 就是简单很多 在部署的时候 只需要一条命令 就可以把整个 control plane给部署好 然后这个时候 它会在ETC目录下 生成两个文件 一个是 我的main的 这个cubeconfig 它部署在 它是在会 我们后面 部署krasslet节点的时候 会用的 还有一个是 K3S的aging的节点 可以用来join到 这个集群里面 需要用的这个token 然后在部署aging的时候 用的是跟control plane 同样的banner 而且是同样的命令 只不过传入的 那个参数不一样 当你部署完以后 你就可以像使用k8s一样 使用cubecutter来访问 这个cluster 并且部署和管理workload 前面说了 K3S是专为 Edge Computing优化的 它第一个就是部署简单 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 它占用的资源非常少 这里我用它跟vanina的 k8s cluster的banner size对比 看整个k3s的这个banner 它只有47兆 但是k8s仅仅APS server 就有120兆 然后control manager 以及那个cubelet都非常大 总共加起来有469兆 基本上是k3s的10倍 这里我也把这个 k8s的banner列出来了 它只有46兆 有了k3s 我们就可以轻松的 把workload部署到A极端 但它针对的都是我们 常说的这种基于container的 这种workload的 我们怎么把A极端部署 在A极端部署 这个webassembling的workload呢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借助于 k3s的这个项目 首先k3s是一个专为k8s 在class里面原生的运行 webassembling程序设计和实现的 目前它已经是一个 CNCF的sandbox项目 我们知道其实如果你非要在 普通的class里面去运行 这个webassembling程序 或者workload的话 你其实可以把这个 webassembling runtime封装到 一个base image里面 container image里 然后让程序跑在这个带有 webassembling runtime的container里 基本上也能达到我们这个目的 但是k3s的它的存在 不仅仅是为了跑一下 这个webassembling的程序 它的实现其实是一个 Rust library的形式存在的 一方面它可以用来证明 Rust的语言 也能在这个k8s的生态里面 实现一些非常基础的功能 另外一方面它会运行各种其他形式的workload 提供了一个非常可扩展的框架 我们后面可以提到 因为它非常可扩展 其实它能运行在非常多的平台上面 只需要很简单的适配就可以 它就能在EU的这些k8s engine 就是这些云服务上提供的k8s engine里面 自动的provision出 能够运行webassembling的workload 下面都是它目前可以支持的一些platform 大家可以看到有eksgke等等 这里面的链接里面有非常详细的一些guidance 教你如何去部署新的节点 然后其实Rustlet它的扩展性 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个是它设计了一个provider机制 另外它也还有一套plugin的机制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webassembling 所以主要看一下它的这个providers 首先它有一个默认的provider 就是这个第一个wass 它这个provider其实是在wassm time 这个runtime上做了一层封装 然后第二个是wassm cloud 这个产品它也为Croslet开发了单独的runtime 实现了一套 wassm cloud它自己其实实现了一套 基于我前面介绍的基于container封装调度的wassm程序的platform 但是呢它是为了优化为了性能 所以它也基于Croslet实现了一套这种原生的providers 这样在wassm cloud里面 它里面有一种概念叫actor 这种actor就类似于container 它就能被Croslet直接的调度和部署 实际上Croslet不只是能部署webassembly程序 它也能部署符合CRI的container 所以它是可以直接在一个class的内部 同时运行webassembly和container workload的 右边的这个图 这张截图里面是我的环境里面直接运行Croslet的节点 以及在节点上跑的workload 从第一个可以看到 这个Croslet的运行只需要接受一个bootstrap的config file 默认端口是3000 然后这个binary就在就会在某个vm上面运行起来 然后这个时候你需要approve一下certific的 然后它会它就能join到这个class里面 然后这个时候你用cobercut的命令 就能看到这个node的详细信息 最后我们可以在它里面部署一个简单的webassembly程序 这里我部署了一个simple server 这个pod的manifest里面 需要注意的是你需要在这个manifest里面 设置一下这个tolarrations 因为Croslet的node默认是有tent的 当这个pod运行起来之后 你就可以像使用正常的cobercutmini 去获取这个workload的标准输出 以及它的运行状态 基本上它的运行跟普通的container运行是一样的 那提到webassembly runtime以及edge computing 就不得提一下webassembly edge 实际上webassembly edge 现在也在实现基于它自身的这个croslet provider 等这个feature GA之后 那么croslet也就可以直接部署 基于webassembly运行的所有的一些程序 或者是工作负载 既然provider这么重要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croslet是如何提供这个provider框架的 首先croslet的主要职责是运行workload 或者把workload调度到其他的executor上去运行 然后监控这个workload的生命周期 把细节暴露给croslet 以便用户可以使用通用的cobercutmini 来获取这些workload的运行状态 这里我列出了一个实现一个provider 你需要实现哪些接口 第一个是获取provider的状态 然后是允许provider去收集并上传当前node的一些信息 然后有初始化pod的状态 然后还有一个下档接口 这个接口它是指的croslet的这个node的下档 它是跟pod无关的 然后是跟pod相关的两个接口 主要就是exec和这个logs logs是获取pod运行的log exec可以在pod内执行一些command 最后三个它不是function 它定义的是三个trade 那个trade是rust的语言的一个独有的概念 就是你可以把它当作一种类型吧 实际上整个provider 它这个接口自己也是一个trade 然后另外这三个单独列出来的trade 它是需要单独支持的 它是跟这个pod的volume 以及device plugin相关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 实现一个provider 其实并不复杂 而且它提供的接口目前还不多 比如像cobercut的port forward 或者attach或者cp 这种命令它是没有的 但实际上因为它还没有release1.0版本 目前最新的版本是1.0的alpha版本 所以它其实它并不会提供全部的接口 不过这个对于运行微博生命的程序已经够了 既然croslet可以运行微博生命的程序 那它能不能运行在A极端呢 肯定是可以的 因为rust的语言本身对cros platform的这种交叉编译的支持就非常好 我们下面看一下如何让croslet运行在A极端 借助于croslet的class这个项目 可以很容易的把一个x86上已有的项目编译运行到其他cpu上 如果我们需要让croslet的运行到比如树莓派上面 假设这个树莓派上安装的是一个ubon2的系统 那只需要在它的那个tom文件里面 加上下面这个编译选项 它就能generate出直接在树莓派上运行的binary 如果你想使用其他系统 不是ubon2比如rpy系统 来更进一步的降低资源消耗 你可以通过定制class工具的这个base container image 在里面安装openssr 并且借助于z个工具来编译出 适合于rpy系统的binary 之所以使用rpy系统会稍微复杂一点 是因为rpy系统它本身没有提供gcc 现在我们有了k3s 可以在A极端部署集群 然后用kroslet来跑webosomware程序 那把前面的这些技术综合一下 就得到我们最后的一个技术方案 大家可以看到在最底层 我们可以同时支持x86 以及arm价格的物理设备 上面是一层hypervisor 然后k3s的master节点 它是可以直接部署在普通的服务器上 也可以部署在基于linux kit的服务器上 相关的aging的节点 我们可以把它分别部署到其他的设备上 其中某些node仍然是运行着k3s 自己的这种微镜的服务 它用来跑一些普通的普通的workload 但另外的节点可以用来运行croslet的节点 这里又根据他的croslet提供的provider不同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基于wasmtime的这种workload 以及基于wasmage的workload 基于wasmage的workload的话 可以用来跑AI的一些工作负载 比如跑一些前面提到的tvm相关的一些程序 他们的底层都可以使用基于linux kit的这些nodevm的系统 然后来进一步降低资源消耗 整个方案就如图所示 然后虽然我在slide里面写 但需要提到的一点是croslet 目前并没有支持k8s的network model 所以如果在这个class里面跑一些是有很复杂的调用关系的这些微服务 那么这里面的一些服务发现 以及dns等其他的这些fature的话 是需要用户自己在应用程序里面处理的 但如果是AI的workload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用考虑 以上就是我这边的全部分享 接下来有铁军分享我们的后续计划 以及对未来的一些展望 谢谢 好谢谢电影 我今天总结一下 其实我们的方案大家在这里会看到它会比较灵活 可以根据你的硬件平台或者你的requirement 去不同的进行一个定制化 最后想谈一下我们接下来做什么 就是在我们实践的部署中或者是探讨任务 我们发现还有一些事需要我们接下来去关注一下 首先我们想支持更多的一些这个vide runtime 或者是就是所谓的provide 刚才丁军说的有些实现 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这个让他们实现 帮助我们支持更多这个level assembly的一些软件 或者是功能 另外一个呢考虑到生态的这样的环境呢 我们还是需要跟一些open source的 Age的project进行的集成 比如这里我说的有AgexFoundry AgexFoundry呢是这种common的Age computing platform 也是来的这个Linth Foundation 那EV1也是一样 那EV1特别强调一下 它是这个Age virtualization Engine这样一个缩写 它是对于Age application进行一个开发 部署编排 特别是他提到他会支持这种container cluster VM 还支持Uni kernel 它的这个概念非常符合我们的这 这样的一个预期啊 我们的作为把它作为我们的一个Foundation 是接下来需要去看的一个点 那最后呢是我们虽然现在用LinthKit啊 进行我们的这个web summary的一个fast secure 就啊这样的一个方向 我们想可能还可以再进一步啊 比如说用这种啊定制化的Uni kernel 请量的Uni kernel去这个装载web assembly 嗯也有这样的一些项目在做啊 我们会去看有这种继承的可能性 哦差不多啊 今天这就是我们的talk啊 那个谢谢大家啊 如果大家有什么具体问题 可以通过这些语言的地址来找到我们啊 进行进一幕的探讨 好谢谢大家